欢迎各位来到《张宏言跑马4.0》的频道 张先生今年就连30万跑马 我想应该有思想的 很凄惨的过年 因为星期三跑马 星期四排位 星期四下午出年初三的报名表 18个小时之后 星期五早上又排年初三 年三十晚就跑马 年初二就出年初七的报名表 那里没有问题的了 但问题是跑年三十晚 跑年三十晚很多我们韩国都是 我们讲到mm声的了 但是马会事实必行的 我明白他 马会88个赛日 那你怎么塞呢 你不塞这些地獄式的日子 根本是没办法做到88天的 他既然平安夜 Christmas Eve都跑了下午 那理论上很公平的嘛 连30晚又跑下午也很公平 但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香港始终都是华人社会 占了九成九的人 虽然很多骑练啊 马会的高层都是洋人啊 但是对影响的人就不是很多的 这个Christmas Eve 6点钟收工呢 影响的人数呢 就不是说那么多啊 你知道香港人呢 就聖诞是狂欢而已嘛 出去玩笑一天 24日不玩 25日玩呢 分别不是很大的 但是你年三天晚上只有一个嘛 那很多人 特别是结婚的人 分开南方加内方 分别团联的嘛 很多东西的嘛 就是影响的人就相当多了 那我们说 你知道如果还在1点钟开跑 5点45分跑 6点 6点离开马场的话 个个都7、8点钟回家 马迷而已 还没计算工作人员啊 那很简单的 两个人在马场头驻站的那些 走到头驻站 没可能说跑完 5点 11点跑完 你最快 6点半 对啊 最快6点半 马场的人都是这样的 那又要买数呢 不是说在山河拉一闸 就走得的嘛 买数要汇报的嘛 那搞了大轮 那很多人都我想 就是 如果真的正常的话 随时8、9点钟才回到家 餐饮的人也是啦 虽然那些人很早走了 5点半、6点半都走了 很多马场里面的餐饮 那些兼职员呢 要计算好下期的桌子啊 那些东西的嘛 厨房可以早一点点而已 下面那些 就是整好桌子啊 清洁啊 哇 就是那些很多我们的 整个温度上 跑鱼一马之后 起码要做三几个钟头工作 清洁的嘛 准备的嘛 是吧 那些人不用回家全年了 就是说餐饮的那些 对吧 比如你5点 5点9跑完 那些人6点钟走 6点钟走呢 你设置桌子 一两个钟头8点钟回家10点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是牽一瓣毒全身的 所以早几天已经有人传出 喂 香港马会一定提早开跑的了 不过问题是提早了几点而已 跟你研究了 很简单 如果当时疫情的时候 曾经试过闭门作赛12点钟开跑 4点凌晨跑完 那它有先例12点钟是完全没问题的 是的 提早1个钟头也是没用的 是吧 那些人很多工作人员 回家都8、9点 一样的 没有影响 如果你不提早 因为提早得商量多 就是一定不是1个钟头那么多 一定要起码2个钟头 或者2、3个钟头 你才能帮到的 是吧 那几个钟开跑呢 那有人全10点半 也都可能11点 我不知道他怎么安排了 那如果是的话 就破了纪录的了 当然海外赛事就整天早上播 但是如果是香港马 头场开10点半 如果是开历史鲜河 都挺有趣的 其实对我们工作来说 对于早上 如果我坐顺风车入场 10点半钟坐 9点钟 9点钟坐 根本影响都不是很大 反正那些东西 我私心在这里 不论他跑到几点 除非他很早收 所以说我一定早走 下半场 我最多吞扣 听众就少听两场 是这样的 如果你当是 简单来说 5.9尾场 对不起了 我最多跟你说 第七八场回家了 对不起 对不起 4点多 只有4点多散场 好了 现在的笑话就是 如果你11点开跑 根据那个程序 4点半呢 4点半 不是不是不是 3点9炮尾场 3点9 OK OK 3炮尾场 就是说很多人 投注的人 4点半 5点可以走的了 有一堆 6-7点才能回到家了 但是餐饮的人 怎样呢 我不知道了 好了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到底要早点收 我们有几个行家 现在看神聪 我都不用出来的 随便留在这里 休息一会 可以开跑的 如果开跑到10点11点 很重要的 你认为传统呢 就是开头场前两个小时 就开马迷入场 当然是很少的 好笑 就是我是很少数 还有我们见惯 都是三几十个 很有空的人 才会这么早 一开门 就进去好笑的 多数涉及的人好笑 但是他都要开的 循例在前两个小时开门 一个小时之前开纸 接受投注 好了 你就要这样 用这样的计算法 如果你跑 我们笑话 如果说跑10点半开跑的话 8点半要开门 当然了 你还要上班的不止 就是那些 沒有可能說 喂 我早上睡覺 8點鐘下班 接著我再去馬會 再開 機會就不是很大 應該是可以的 那個笑話就是這樣 如果頭上10點半開跑的話 大家跑了兩場 因為你吃個非常充滿的早餐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下午就要吃點東西的 我們沒有直接工作就沒有所謂 就是了 跑三兩場 十一 二點就去吃午飯 完全沒有問題 騎士也沒有問題 他們工作人員也沒有問題 他們那些工作地方有少許吃飯 就是走開 吃兩塊三文治也搞定的 那些有飲品的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大部分的工作人員 我想要大家分時間去吃午飯才行 特別是那些我們在集前工作的人員 那些人開跑 要分堆吃飯 他們不可以以前說 喂 我吃完飯一起開工 是吧 一點鐘開跑 全部吃完飯開工 那現在這些又分開一段段 那是比較有趣的 那說到這裏 我想 其實過兩天馬會會公佈 公佈大家怎麼應對 有多少馬迷真的會入場 那到時才說 我比如說 我的影響就不大 如果當它10點半開跑 當它10點半開跑的話 那我行家如果載順風車進去 都是9點到10點 開跑前一個小時就能進去 那會不會早點走呢 都可能早點走的 當日早一場 哎不要搞了 不要塞車 是吧 那不要緊了 那說回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的話 就第一次是 是早上開跑的 那從來沒有試過的 雖然以前我講一些舊的東西 講一些新的東西 講一些舊的東西 其實以前呢 香港馬會是曾經 試過分上下集跑馬的 就是在60年代的時候 它叫做週年大賽 週年大賽不是年初三的 也不是年初一的 總之是每年有一個賽期 應該是二月再到的 就是一個大的賽日 就叫做週年大賽 那就是分開什麼呢 那天會跑九場 或者通常十場的 那它是怎樣的呢 它是由十點 十二點鐘開跑 那當時就是十點 又是我不太知道的場程 總之我小時候見到跑馬地 我喜歡跑馬地的時候 就哇 那麼早的人都這樣起來 已經在排隊 一條龍排入公眾排的了 很多人迫到連雙鞋都不見了 就進去 那是很虛陷的 因為當年跑十場 跑十場都可以這樣 譬如公眾排 你走的時候 就給十塊錢 就給你一個牌 那你要掛著的嘛 但是呢 平時如果直落 你出來之後 就不能進去 如果不是馬牌 出出入入 很多人可以進去的 你明白嗎 是 有一個紙牌 收集很多的紙牌 之後 運了出去 再走進來都不行 所以那時候的製造 拿著的紙牌 就是紙牌 只可以進去 不可以出的 哦 OK 即是不可以再進去 都可以的 但是你不可以 帶著紙牌 再進去 即是它已經畫了 明白嗎 畫了 你進來 進來 先幫你打了個洞 畫上去打個洞 那你用了 那你再進去 有個洞 就不可以 就是為了 用過的 但是當時 但是我都是 因為呢 在60年代 就沒有 沒流行飯盒的 也都沒有 你流行快餐 麥當勞那些 沒有的嘛 場內什麼都沒有東西吃的 那你12點鐘開跑 那些人10點來 小一點點鐘入場 怎樣呢 那他們的制度 就先跑四場 跑到1點半鐘 那接著就是吃飯 吃飯 吃飯 就有1個小時 不知道過半 好像2點半 3點鐘 可以跑下半場 就好像1個小時 吃飯 就是半個小時 是吧 那你們下場計 那他們那些人 很多 就會衝進去 跑馬地區 飯店裡 就捧著飯 在街上 到街上吃 很慘 那裡很多人 因為當時 香港 都沒有飯盒 這個觀念 是吧 塑膠 的飯 都沒有這件事 也沒有現代的 所謂的 貴佬快餐 整班人捧著 去吃 唯一好處的地方 就是怎樣呢 你可以拿著牌 出來之後再進去 那天是唯一例外 因為要給人出來吃飯 是 有些人呢 就是這樣 有些人是兩類的 有些人是贏夠的 我贏夠吃完 走人 把牌賣 賣給人 10元 賣給你 或者5元 賣給你 不要了 走人 第二類 已經輸了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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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沒有子彈再玩 下面那五六場 拿回車錢 10元的馬牌 當時來講 應該 就算下半場 都可以買了十多元 拿回車錢 拿回車錢 還可以 因為滿座 滿座 有些人進不了場 有些人是為了撿死雞 就等下半場 換班進去 聖眼秀 這個是趣聞來的 這個我知道 因為我 我是馬圈人 還有我小時候 都是住在泡馬地區 所以知道這些 我最記得 那些人搞錯 開完跑之後 整條街 電車站附近 有這麼多鞋子 有這麼多鞋子 跌在那裡 還有 一時兩時 哇 那些人 除了在店裡吃外 站在那裡 在街上捧著飯 就是這樣吃的了 我小時候 還記得 是 好了 那些有趣的事情 順便說 如果 給你一個心理準備 如果 晚上10點半 你會不會入場 這個問題 哈哈 哈哈 是啊 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暫時 馬會還未公佈 我猜過兩天 馬會怎麼都要說 究竟會不會提前 我再說 那一小時是沒有用的 是的 你改由1點鐘到12點鐘開跑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作用的 是沒有作用的 如果要是動 要是不只 12點鐘開跑 11點鐘 你問我 11點 你真的跑到3點多 3點9點 跑到尾場 是的 這樣 變成作用 就更大 老實說 如果 你改一個小時 不如不要改 哈哈 沒有什麼作用 一個小時 如果真的 萬一 到10點半 就好像 那次 日本當地跑馬 日本有時 他跑到12場 9點 9點多 就開場了 但是他們很乖 4點前 就差不多完結了 因為他們仍然覺得 應該有些 家庭日子的時間 因為在日本 可以跑馬 要是的話 這次 用日本賽馬模式 我也再吃 是的 好的 我們先聊到這裡 歡迎網友 繼續訂閱我這個 免費頻道 給我們一些 鼓勵的like 也歡迎我們的 收費會員 收費會員 每個本地的賣賣 張先生都會有 即場的WhatsApp提供 歡迎成為收費會員 我們先聊到這裡 那些呢 好